Hello guys,我是Jack 今天呢,我要review 这个V-NEC Phone 的这个 Intercom for bikers for riders 这两个呢,我是在 Lazda买回来的 这个 Intercom V6 Under by V-NEC Phone 所以,我就今天unbox 首先呢,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箱子 这箱子是很普通的 packaging,就很normal 然后,我们就unbox它 所以,里面你一打开呢,你会发现 一个Intercom先 所以,我们先暂时不要看它 我们先看它里面的配套 它的里面的配套呢 第一,它有 那个 plug for charge 这个Intercom的 然后 另外就是 一大包它里面的 一个是它的 cable是for 一个mic跟speaker together一起的 它是两 它是speaker跟mic一起同一条线出来的 好,so 这个是快是friendly user 就直接一插就是可以用 可以直接讲话,不用调什么set 这个mic的setting 然后,这个是你的intercom 的charger intercom的charger,你们要非常好好的 照顾啦 因为,你能看我们的charger呢 你们看到它是用3.5 jack的 cable,就是usb usb usb都3.5 jack so 真的是要 be careful,不要弄不见和不要弄坏它啦 可能上网它有的卖它的charger了 so 尽量就 take care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 多余的那个电 所以这个电是什么呢 其实,它一来就有来两 呃,两对 so 一对,另外一对呢,它已经是 在这了的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so 这是 贴在你的helmet的耳朵的位置 so 我不大确定为什么它们会来多另外一对 可能是for 你的second helmet 然后呢 下次到它的clip 这是clip for 算是universal的clip 总之呢 你的 你的那个 帽子隔壁是有位置可以给它插下去的 这里好像它有一个clip对吗 其实呢,这是很solid很紧的 很紧一下 so 它会有来一个 L字头的 它这里下面是十字形的 像螺系派一样的 的那个螺系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这样子跟它打开 然后就 这个确实是要复利打开的 如果你的帽子是旁边比较小 其实就不用复利打开啦 所以我已经做了一粒在那个Sui的帽子 放一边 然后来了多余的两粒scool 这scool呢,你们也是好好守住的 因为有时候你做摩托的太快太正了 太快太正了 那螺子可能就会松 然后透了出来 所以你这里还有一个backup的scool 所以这些东西就大概就这些而已 OK,这是intercom V6 by VNet Phone 这个是one to one的intercom 所以怎样说呢 你会发现它有b,c,e,d的这些button 这些是one to one for rider讲话的 是不能一个group 就是multi,multi walkie talkie这样的东西 就不可以啦 就是one to one 所以比如说你要跟riderb说话 你就要按b ok 这个缺点是在这里啦 这个呢,它可以连接你的电话 by bluetooth 你connect了蓝牙,你可以接电话 接电话 接电话呢你是不需要自己去按的 因为它自己五秒就会自己自动 这个V6呢,它大概有 123456789 它有九粒button 然后这个是b,c,e,d 就是rider button 然后上面最小小粒 这个是off button 不是on button,是off button 这是full core 然后这是volume plus,volume down 然后这是rider pairing 或者是rider speaking 所以刚才我讲为什么这个只是off 因为off呢,它是rider这个button 所以要怎样turn on它呢 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turn on 就是你按着它 就这样会出红灯 然后蓝灯 过后你要pairing mode 就是bluetooth呢 就是这里啦 这个就是 这个红蓝 就这样闪 这样闪呢 这个代表呢就是bluetooth pairing mode 所以你可以连接你的bluetooth for这个intercom 再我拿另外一粒给你们看 要怎样pairing for one to one pairing呢 这个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只有两个rider呢 这步骤就是 你两个都要按99 两个都要按99 等到红蓝红蓝的灯闪住 对,然后现在就两粒 红蓝红蓝闪住 其实你一个按慢也无所谓 因为这不是重要的点 所以重要的点呢 就是你要把intercom 附近的intercom 比如说我拿这是min啊 这是附近的 所以我只需要按这个或者是这个的button 就好了 其中一个button就可以pair完全部它的附近的周围的intercom 所以比如说我按这个 可以按哈 OK,这蓝灯在闪 所以给它大概70秒 7秒或10秒这样的 给它pairing 给它设置完 慢慢的 OK 然后现在就是pair到了 所以如果pair到的话 它的蓝灯会一起闪的 一起闪就是同一个步骤 就代表你是pair了 所以你可以随时 当场可以跟你的rider说话 当你已经pair到了你的朋友 你要说话 你可以说话 但是你connect了bluetooth 你的bluetooth是不能 如果你是当场是放着歌的话 你是不能听歌的 所以要怎样呢 就是如果你是跟你的朋友说话呢 你就按这个button 说完话了 你就按回这个call button continue play你的p3啦 然后你要跟你的rider讲话呢 你就要按回这里啦 这个呢就是after我装上去 我的这里 属于帽子的样子呢 所以这里这个button呢 直接是插下去 所以这个button 这是个jack 直接插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的麦克风呢 OK 我拖出来给你们看 这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的麦克风呢 是在这里的 有没有看到 这我的speaker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耳朵 看到这个上面 这上方 是在耳朵的位置 另外一边也是 耳朵的位置 so wiring呢 要怎样调它呢 就是 你们看到我把它的线呢 就是往内进去 就拆开这个帽子的棉花 就可以了 这个棉花是可以拆到 大多数每一个帽子 市场上大概十粒 九粒都可以拆的帽子 给平常那种 没有戴头套的人 会比较 耳朵会比较痛 因为你耳朵会好像 在扁扁 扁 凹了下去 so 最好是戴头套 会比较舒服 给你们自己button 就大概 我review 先到时会这样子